接下来这个画面呢可是让警察百思不解了 这是在屏东万丹派出所 连续好几时间呢都发现说有个路口的监视器画面 拍到了一个团团白色的影子 但看起来又不像是有歹徒在犯案 而且呢这个画面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人的影子 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手啊 就让这个盯着监视器的警察有一点毛毛的 决定在白天的时候前往查看 终于查出来凶手是谁了 深夜11点多的大马路上一切都很宁静 路口监视器的画面上却突然出现一大片白色的影子 而且他还会呼吸 仔细看这一大块白色不明物体中间突出的部位 一下膨胀一下收缩 上头看起来像人头下头却还有类似爬虫类的脚 该不会是ED还是阿飘吧 那时候心里会不会麻麻的 心里好像不寻常啊 深夜出现这样诡异的画面 让盯着监视器的圆景全身起鸡皮疙瘩 觉得好像怪怪的耶 白天都没有啊晚上才有 他每天晚上都有 7月半都过了还遇上这样诡诀的事情 玻璃师大人决定明察秋毫 来到出现不明物体的监视器前一看 原来是一只壁虎啦 壁虎就趴在那边 就等分寸过来 那边把那壁虎抓下来 走走到 原来监视器上大大的圆形物体 就是壁虎的头 而下方则是壁虎的脚丫子 乌龙一场让圆镜们松了一口气 中心新文章充滑高配合屏东 采访报道